首先告诉你呢 我们每天吃的十个苹果当中 就有六个是从美国的华盛顿州所进口的 不过来自美国今天的一项消息则表示呢 美国华盛顿州的苹果有农药残留过量的问题 这立刻引起了台湾的卫生署 和商务检局一天24小时的严密的追查 结果发现的确有农药残留的现象 不过他们说苹果是可以吃的 造成消费者惊慌的是来自美国的一篇报道指出 美国一个民间环保团体在去年11月份 以及今年的元月份在美国超市抽样25个华盛顿州苹果 检验结果发现有两个苹果农药残留过量 其中有一个样本残留的药剂已经超过标准值的10倍 报道指出残留的农药 由我国农委会禁止使用的安沙藩 以及美国政府名利禁止使用的甲基巴拉松 由于台湾是华盛顿州苹果最主要的外销地 这项报道立即引起各方的关切 三官部会忙了一整天就为了查证 分别去查了一下 这两个农药目前在美国是准许使用的农药 所以跟外面报道好像有一些出入 至于农药残留有没有过量 除了每天到港例行的抽验之外 商界局特别到市面上买了苹果回来重做检验 因为我们发现的只有另外的农药 它疏松跟辅诀 没有暗杀完这项农药的残留 国人每吃10颗苹果就有6颗来自于华盛顿州 任何过量的农药残留都可能危及健康 消费者想用苹果时 还需要彻底清洗以求自保 消费者想用苹果的尽量